盘点那些惹上大麻烦的宗教电影 怒犯天条因为把上帝搞成了一个女人 加上一堆无下限的恶搞台词 引起了教徒们的强烈不满 大家纷纷组团上街抗议 但搞笑的是 导演凯文史密斯在报纸上看到 明天大家会上街游行的新闻后 按捺不住骚操作之魂 自己用彩色记号笔加上各种亮片 做了一个亮闪闪的牌子 上面写着怒犯天条纯属狗屎 然后兴高采烈地跟着大家游行 抗议自己的电影去了 当文学而来的记者赶到现场 看着玩的正嗨的导演都愣了 不是你是凯文史密斯吗 导演那肯定不承认呢 我俩就是长得像 总有人认错 然后还接受了采访 并表示这个电影不太好 不过这导演的处女座 疯狂的电源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他就这么登上了晚间新闻 耶稣受难记 因为详细地描绘了 耶稣死亡前12小时遭受的折磨 以及犹太人的背叛 被指责在鼓吹反犹太主义 但实话实说 那二五载的事不就是犹太人干的吗 还不让人说了是咋的 最终此片以3.7亿美元的成绩 创下了二级电影的票房记录 直到2016年才被死士打破 而比较有趣的是 在电影拍摄结束后 剧组里大部分人都感谢了天主角 甚至包括扮演首位的穆斯林演员 我猜测这可能是因为在拍摄时 男主角和助理导演在山顶 接连被闪电击中 PV头发都着火了 但却都没什么大碍 大伙一看这就是神机啊 但实话实说 在光涂涂的山顶上 顶着乌云密布的天气 男主扛个大号十字架 助理导演举着把雨伞 这不就是俩等着IP的壁垒人吗 电影《上帝之子》的争议 就比较搞笑了 此片是改编自迷你美剧《圣经》的故事 在里面扮演撒旦的摩洛哥级演员 因为长得实在有点像奥关海大哥 热心网友看到后 纷纷脑洞大开搞起了阴谋论 说这时剧组在搞内涵 最后导演经过深思熟虑 删除了所有关于撒旦的细分 要说这演员也得挺窝户 眼看着到手的片约丢了 这你马是招谁惹谁了呢 基督最后的诱惑 因为把耶稣描绘成了一个 怯懦犹豫的普通人 出败大哥的二五仔犹大 也成了正面人物 遭到了教徒们的强烈抵制 话说在拍这个片之前 导演马丁斯克塞斯心里也含糊 剧本在手里压了整整五年 他的律师看过剧本后也表示 这个本子是真不错真大胆 但最好还是变派 容易被教徒们打死 连导演的爸妈知道了这个剧本后 都强烈建议儿子别玩火 但导演经过深思熟虑 还是指导了这部电影 然后上街游行的 一怒之下烧电影院的 炒资一千万美元 要买下所有影片拷贝来销毁的人 层出不穷 转播电影首映式的第四频道 甚至接到了1554起投诉 创下了见他以来的记录 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导演马丁只要出门就得配上保镖 以防激进人士的报复